所以我们今天是 也不过就是在这一两期里面找到的 觉得很棒的一个 算是他们的专题计划对不对 这个专题计划蛮好玩的 我觉得进行权是真的还蛮有一些点子的 这个专题计划特辑的名称叫做The World If 一个如果的世界 如果怎么样所以怎么样 如果会这样会不会那样 就是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这很好玩 如果机器人太少 会怎么样 你就会想不是担心机器人太多吗 你现在会想如果机器人太少 如果机器人太少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我们没有脸书了 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不用手机了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我们政府决定要课征财产税会怎么样 如果有一天抗生素失效了会怎么样 这些其实零零种种包括了我们的整个 每天生活当中面临到的方方面面 所以很有意思 我们一开始先聊的是 如果机器人太少 大家如果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的话会怎么样 很有意思的一个专题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特别来制作 那我们接下来聊的这个是在2019年7月6号的这一期 The World If的这个专题 我不知道怎么更精确的翻译 所以简单叫如果专题 它的如果专题的概念 就像蓝轩刚刚讲的 它其实是因为我们今天常常都会针对未来预测 我们想说2030年会怎样 2050年又会怎样 那好吧 那我们如果来想象一下时间真的快转到那个时候 我们像哆来梦一样有个时光机走到那个时候 请问我们会怎么回头看今天的预测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今天的预测是准确的呢 还是不准确 这当然只是想象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预测 它会有一种像是那种堆垒的效应 你一个比较主要的媒体 或者比较权威性的媒体 或者是主要的声音这样走 大家就真的会往那个方向不断的去想象 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 但是如果不怎么样 那会怎么样 所以现在大家在想象说 AI不联网是现在最夯的 这高科技带领我们这个文明生活的未来 而且就在短短的可以看到到的未来 我觉得这个机器人会取代人类 但如果没有 机械没有想象中的多 对啊 那就现在啦 没错 所以这个专题 这个专题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呢 它是带领我们去想象 很具体 更具体的去想象一个未来 再来第二个 我觉得经济学人是倒过来用这个方式 来表达他的论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机器人这个专题 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恐慌论 你如果问我 我也是觉得过度了 基本上也是说 我还蛮支持经济学人的观察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现在的各种的预测 经济学人就说像去年2018年 英国的央行首席经济学家 就提出了他的担忧 他就说到时候呢 全球人口会大量的失业 他的说法叫做科技上无法就业 technologically unemployed 科技上的无法就业 那说这个我们号称的 第四波工业革命 也就是自由化加上人工智慧 结合之后呢 机器人can do everything 当机器人can do everything的时候 就会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当然不只是他 包括世界经济论坛 也提出了类似的警告 再往前推 刚刚讲是2018年 其实他往前推 2017年麦肯齐 他也预测了到2030年 全球46个国家总共有8亿人 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劳动人口 会被机器人取代 我想这样的预测 听起来说很 三分之一 之前都有媒体报道过了 那尤其是很多的 科技走得很快的国家 例如有一家顾问公司 他有预测 有像中国 他说中国呢 5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 50岁以上的人口当中 因为第一个工作能力 经济也老化了嘛 体力也变差了 所以更容易被取代 有四分之三的 50岁以上的中国人口呢 到时候会被机器人取代 四分之三啊 四分之三 刚刚讲三分之一 现在变四分之三 他特别focus在 50岁以上的人口 因为你对科技 已经没有年轻人 那么熟悉了 然后你的体力又在衰退了 你脑力可能也在衰退了 所以你特别容易被取代 那这次在中国 当然是最严重 其实在欧美国家 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美国大概有一半 在德国 在意大利 有百分之六十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 对于2030 2040年的推估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跟沈云聪 那个时候两个人 应该要非常的逍遥 自在的不用工作 你想工作也没有人要你 是是是是 要这种心理准备 是这个样子吗 但是真的世界 在那个时候 会呈现这样的面貌吗 大家想看 其实2030转脸即来 现在已经2019走了一半了 对啊 11年不到 马上就来了 但是我真的觉得 在我们短短活过的日子里面 其实我已经感觉到 整个世界有它的 某种程度的逻辑 就舆论这件事情 跟风潮这件事情 它绝对是锦上天花 不会是雪中送炭 它这一次不断这样 滚雪球一样 就突然滚好大好大 你也不知道这个雪球 哪里来的 但是呢 所有的主流就是这样 就是弹塔效应 就是它会不断的去 添油加醋 但是它真的会到你 想象中的 在当下这个样子吗 你只要活过 再远一点点 五到十年之后 再回过头去看 曾经有过的预测 你都会有点哑然失笑 没错 没错 所以其实这个专题 我们到时候讲完 大概从此以后呢 我真的觉得看很多 关于科技的预测 关于金融市场的预测 关于经济未来的预测 大概可以拿来按摩脑袋 真的不要太当真 但按摩脑袋也很重要 就是你可以去思考 让你去刺激 你去想一些事情 跟可能性 它也是某种趋势性 但不会到那么的极端 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 就是如果你因此而惊恐 或者因此而过度兴奋 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的打点折扣 那根据经济新人这一期的 这篇文章的预言 也不叫预言 它就带我们回来到了 2030年7月 2030年的7月 他发现来到了这一天 当时不是说 机器人会取代大部分工作吗 结果发现没有 他来了这一天 他看到的真实世界是 机器人没有取代所有工作 相反的 相反的 因为人口结构快速的老化 大量的劳动力退出了市场 结果发现了太多的工作 还有能够没人做 原来我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人 机器人太少了 造成我们的生产力 大幅的衰退 所以意思是 那时候的机器人不够多 不够多 应该要更多 那时候人在哪里 好问题 退休了 老化了 确定都退休了吗 因为你看 往下在11年 我们现在包括在美国的婴儿潮 欧洲的老人 其实真的会 进渐的退出市场的 比例会加速 但是我是真的觉得 市场的形态会改变 而且我也不认为 未来的所谓的老人家 他会跟你想象中 定义中的老人 是长那个一个样子 我觉得他所谓的活跃老 活跃高龄这件事情 他确实是正在发生中 到时候就你可以选择要退休 你可以选择不要退休 直到你不要退休的时候 他的工作是长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在未来这十几二十年当中 可以被创造 而且需要被创造的 不可几乎可以确定了 就是接下来的人口 不再像过去 那么快速的成长 也因此就业人口的成长速度 也会明显的放慢 因为现在年轻人 手指化等等的话题 所以这个其实就会 连带有很多的影响 不只是国家生产力 生产数据受到影响 很多行业因为就业人口的不够 很可能就会出现 例如服务品质的下降 等等的问题 另外其实很重要的 他的观察一点是 他认为了 AI也好 机器人也好的发展速度 恐怕没有像今天很多人 所预估乐观的那么快 没有错 未来这十年 会有越来越多的AI工厂 会有越来越多的AI机器人 但是不要忘了 第一个 这十年接下来的发展 AI还是一样很昂贵的科技 你看很多的工厂 很多的企业 仍然未必能够有效的去负担 让它更普遍化的使用 这是第一个 too expensive 也许会价格便宜 但是还要在更后面的事情 再来第二个很重要的是 很多的任务 机器人加AI 仍然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 所以我们预期它 可以在家照顾老人 当保姆照顾小孩 maybe在更长的时间可以 但是2030年7月 它认为很多任务 仍然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这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来继续聊 所以代表是说 时间快转的话 那转的不够快 2030可能 要转到2050年 对对对 2030年7月可能还来不及 它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还来不及 但未必不会这个样子 可能要转到2050 到处都是机器人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陈云聪来聊 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 是在7月的某一期 的那一期里面 有个叫做 The World If 如果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话 会怎么样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怎么样的话 会怎么样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的是 如果这个机器人 在2030年的时候 事实上没有发现 这个有这么多的机器人 强调人类的工作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它设定是10年后 你这样讲 我就比较可以理解了 因为10年后确实 10年后它的意思 事实上是不代表说 这个AI的趋势停止 而是说可能还赶不上 也就是说你可能这样期待它 但它可能还来不及量产到 或是说研发到符合你的期待 是这个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所以它这个方式 也间接提醒我们 在看很多的预言的时候 大概稍微注意一下 那个时间性 所以不要太过度的乐观 举个例子来说很具体 例如我们现在很热衷 讨论所谓的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 感觉好像很快 这个时代就会到来 我们很多标题 也都直接这样子下的 但实际上不 已经有越来越多学者预估 比方说自动驾驶 我们现在都觉得 将来应该会很方便 就像计程车一样 会招自己来 我们就不用先来搭计程车 可能连乌果都消失 但这个状况 恐怕2032年以前不会出现 最快也是2032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那么精准到2032 所以这个都追过分 anyway 它也给我们一个概念 意思是说 大概12、13、15年之内 恐怕也不太可能 那么快的发生 这是第一个 再来另外 我们刚刚上一段有讲到 例如我们希望机器人来帮我们照顾一个老化的社会 但他说这种要让机器人能够在你家 在我家 自由来去 自由 来去自如 还可以扮演各种的角色 他说最快也是2035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今天很关心这个科技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突破性的发展 可是 他这个专辑是提醒我们 没有错 接下来一定会有更多相关的新闻出现 有人把它用在工业上 有人把它用在服务上 但是呢 第一个 他还是成本非常昂贵的 再来第二个 很多的任务人员没有办法执行 那对国家来说 他其实 我觉得他也是在提醒英国 因为 我们刚刚前段不是有讲到吗 他发现说 其实我们整个劳动力减少的速度太快 所以我们其实到时候恐怕 不应该担心机器人取代工作 而且应该更担心 我们会不会有不够机器人来弥补我们这个市场 这个国家的不足劳动力的部分 是啊 所以我才这样觉得 我觉得说 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说 年轻人变少 但是如果说你仰赖机器人来弥补年轻人变少的空缺的话 你可能还不如去鼓励熟龄高龄的人在就业 或者是说呢 很多国家事实上已经在思考了 你是不是要引进一些经济移民 对 那什么样的经济移民呢 你就要去逮思考说 你十年后你的产业会是什么产业 那个产业不见得是现在的产业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快速在进行着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还蛮重要的一些话题 所以如果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要想这件事情 要知道我们的劳动力跟三样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叫做自动化 就我们刚刚讲的机器人 再来第二个是人口老化 第三个就是你刚刚讲的移民 就是当我们自己透过前面两者都不足以来弥补的时候 其实这是你考虑第三者的很重要的一个时机 那经济移民回头就算了 就是说他们英国发现太多的工作 现在没有人做了 到2013年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投资太少 当时大家太保守 大家太担心机器人会取代工作 所以限制了机器人的发展跟AI的研发 相反的你看看人家日本 你看人家韩国 因为早期就投入了机器人 早期就投入大量投入AI 所以到了2030年 他们顺利地度过了人口老化的危机 弥补了他们的劳动力不足 所以这个文章的写法是 2030年7月那是在伦敦街头 所以2030年如果是东京街头的话 你可能真的会看到很多的机器人是这个意思 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回过头 10年后若是这样的话 回过头来10年前 就是此时此刻 他认为像是英国在内的一些 因为过度恐惧 而这个有点瞻前顾后的政府 好像要重新思考一下 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你刚刚描述的街头 让我就很有feel 像我们现在街头看到很多 都是外傭推着轮椅 到时候会不会就真的是机器人 推着轮椅 你我坐在轮椅上 我比较期待的是 以后轮椅会不会更先进一点 我不要外傭推我的轮椅 我要自己坐着轮椅咻来咻去 会不会更好一点 有 我的意思是到时候可能是 机器人坐在你旁边 他帮你操作这台轮椅 其实我提过最好玩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因为都想像是人型的机器人 所谓的机器人其实很多不是人型 所以我以后可能可以带上一个机器的 我好像讲过吧 绑在你的腿上 所以其他可以帮你抬腿 所以我不用有人推我轮椅 因为我根本不坐轮椅 因为我有这种机器脚 我会比较希望还是有个机器人 今天是钢铁人造型 是一个美女吗 真的吗 那我跟你想要不要 我喜欢一个帅哥 过家话我就觉得我不要穿机梯腿 我宁愿一个帅哥来推我 乔治克隆尼造型 是是是是是 这很重要 好啦 这个是跟机器人有关的话题 所以有些部分就是预测是不是有点过度 回过头来现在的政策该怎么拟定 另外一个也很好玩的话题是 如果脸书停用 哇我觉得这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想都没想过 如果脸书停用 如果IG停用 哇如果我们本来非常熟悉 像LINE这些社群的媒体 都不见了 也不用到别的 他说focus在脸书就好 他说时间快转到2020年7月 也就是一年之后 我还突然脸书 在7月1号的凌晨起服务 从这个时间开始 你所处的区域暂停服务 Facebook啦 跟他有关的WhatsApp啦 Messenger啦 他被骇客攻击啦 IG啦 没有 他就觉得 他不想做啦 不是 我们现在不是欧洲很多政府 推动很多的包括隐私权啦 包括假新闻啦 OK 等等 然后就规定FB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嘛 你那个会侵犯隐私权 你要被罚啊 那个做什么事要被处理 所以FB就决定说 算了你们欧洲这么麻烦 就切断你们的服务吧 我就不要服务你们 可以吗 可以用这种方式吗 你这样讲就是说 除非他觉得我停掉 对你的服务 对我的收入来说 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我让你吃吃我的牌头 可怕你回过头来求我 不见得不是没有影响 而是两害相权 就是我如果继续提供服务给你 第一个我可能要一直被罚很多的钱 再第二严重的话 可能我的主管 我的员工还会被关被罚 所以他这个文章 其实要表达的是 他就最后说你想想看 如果你是 其实不用到欧洲人 如果想像你是台湾 他突然跟你说 从明年开始你在台湾不能用IG 不能用FV 不能用WhatsApp 不能用Messenger 但我觉得你的前提根本不存在 因为我们对隐私权没那么在意 真的啊 我真的觉得 这就是我们台湾 真的是必须要 我是真的觉得隐私权是很重要 但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无所谓 反正我卖给你这些我个人的资料 我觉得我赚到了更多 他重点是他说 包括在欧洲在内 太多人仰赖这些社群平台 仰赖这些媒体 不只是个人之间的互动需要他 很多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现在都得靠他们在做广告 都得靠他们在行销 都得靠他们去跟大众来接触 因为我们传统的媒体 基本上已经是失灵的状态 所以你想想看 当这一些大家所仰赖的 你过去必须要靠Facebook 必须靠LINE来做生意 但是现在这两个它突然都被切断了 你会求助无门 你要怎么办 所以这一来 他就说你可以想象 那一天如果真的到来 数以千万计的人 在欧洲 如果是欧洲3.8亿人 所以突然没有了这些服务 你会不会恐慌 所以怎么办 就开始抗议 开始找政府 你要去谈啊 你要去跟FB怎样 所以FB就可以说 不关我的事啊 我作为民间企业私人企业 我觉得我已经赚不到 加本求利 我已经赚不到你的钱 那你们又不肯把你们的个资卖给我 去让我去卖广告 那我就只好不做你们生意可以吧 你们自己去做别的事情啊 你们去找别的人啊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叫国安问题了 坦白说 所以这也是一直在 我就在讲 就是说我们对台湾来说 我们一直 不是对台湾 我觉得现在当然 这个美国这些企业实在太厉害了 总而言之 就是我们非常欢迎它 长驱直入到我们的国家 然后呢 进入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生活 几乎很大的一部分 越来越大的部分 都是使用这些外国的媒体 然后我们自己呢 并没有办法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任何一种科技里面 软体里面 能够跟它并驾起 不要讲并驾起去 就稍稍的分一杯羹都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的 我们已经到了任期宰治的程度 真的就是我们的媒体 我们的广告 我们这些通路 几乎都是由几个脸书啦 YouTube啦 LINE啦 就通通去占据 就我们自己的产业 相关产业跟我们的生活 能够分到的东西 属于我们自己的 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东西 如果真的有一天啦 如果最后 在这个题目 就是点出两个点 就是其中一个点 目前的欧洲政府的要求 是否合理 就是没有说我们都知道 人事件很重要 但有这么重要吗 有没有别的更合理的 一个规范的方式 这是其一 再来其二 其实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这一些 包括脸书在内 他说 我就是不服你了 怎么样 已经大到 你不可或缺的时候 其实我们回过头 今天看 也许是正是 我们更应该好好 从现在开始去规范它 的理由 否则真的有走到那么一天 真的就是完全任性载质 一点办法都没有 真的 而且我觉得这所谓的几大跨国的科技公司 你用两只手指数一定数完了 它掌控了全世界 所谓的先进的科技文明 这其实还蛮恐怖的 OK 我们休息一下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 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这样的一个特级专辑 叫做The World If 如果的世界 好 如果 如果我们刚讲到说 哇 这些那么大的 跨国的高位国科技公司 这么的吓人 他们动不动呢 就组长了全球 接近十亿的人口 这么一个帝国 然后呢 他们随时可能万一 用中断作为要挟的话 哇 那实在太恐怖了 又赚那么多钱 所以 克税 那现在其实很多人在讨论说 哇 这个富人 因为是富得不得了 富可敌国 早就已经敌国了 超越国家了 所以我们来克克他们的税吧 美国现在 因为正在进行 他们的总统大选 各党的党内初选 其实开始出现 蛮多这样的声音 像是华伦巴菲特啦 好几个 他们都觉得说 他们自己是富人 他们非常愿意 克征富人税 克征财产税 否则实在太不公平了 他们说 嗯 嗯 嗯 我们这十几二十年来 都在为所谓的贫富差距 恶化说苦 是啊 然后几乎所有国家 都拿不出具体的办法 嗯 嗯 那最近这两个年 讨论的比较多的 其实是说 就发现 嗯 我们现在光是克所得税 看起来是不够的 嗯 因为很多有钱人 根本不靠劳力生活 你哪里克得到他的所得税 嗯 真正这些有钱人 资本利得税 对 你应该去克的是他的资产税 嗯 也就是说 他有一百亿的资产 他可以完全没有收入 可能活好几代 对 你哪里克得到他的钱 活个光年 不只是地球的年 更好 更好相反的 我们发现 他们光是靠的资本利得 可以赚很多的钱 但我们资本利得税的克法 又相对的保守 在很多的国家 嗯 所以 呃 美国这一次的大选当中 最 其次鲜明的 就是伊丽莎白 滑轮 滑轮 那他的政见 是当中民主党里面最具体的 嗯 所以其中有一条政见 就是他要克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美国要实施所谓的资产税 嗯 嗯 那这个 他克这样的特资的对象 他声称 首先第一个 并不是大部分人都 你的一般的辛辛苦苦 赚来的房子啦 存到的存款 我都要去克你的资产税 不是的 一般人是不会去克的 他要克的是净资产 五千万美金以上 五千万美金以上的 这样也不会是一般人 你放心 嗯 每年五千万以上的 每年他要克你2%的资产税 五千万以上 这个门槛很高耶 所以大概这样子是 他有算过吗 这样子有多少 有有有有有 我还没讲吧 大概是五千万以上 但如果你资产呢 十亿以上 你有没有 十亿 我想都不敢想 唐强龙 唐强龙可能有 哈哈 每年3% 十亿以上每年3% 十亿的话等于是三千万嘛 嗯 对 十亿吗 十亿 对啊 哦 你说3%吗 对对对对 美金嘛对不对 嗯 那这样连郭董都不到 郭董是两千亿台币吗 嗯 这一来可以克到多少税呢 嗯 华伦他主要是仰赖两位 加州大学的学者的分析 他们根据现在的各种 美国的所得税 所得资料统计下来 五千万美金资产的美国家庭 大概有七万五千个家庭 嗯嗯 所以大概是一千七百万个 一千七百个家庭当中最有一个啦 啊 ok ok 所以这比例是相对非常的低 那如果真的 那如果真的 如他的如意算盘这样子敲下去 真的克得到税 这样可以为美国的国库 增加两千一百亿的税收 两千一百亿美金 哇塞 那美国他每一年的税收多少 是我们基本上是用 他跟GDP的比例来算 等于说可以占到百分之一的GDP 只有他们百分之一的GDP 不是只有很大耶 美国的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GDP啦 我再问你说他的税收 我没有 左边没有比例 他是用这个方式 其实可以省掉了别的地方的税收 而且这样的收入 他打算用这笔钱来做几件事情 包括第一个 他可以课到不少 我刚算出了 如果这样的话 课得到GDP的税了 因为十亿的话就三百亿 他课到了 GDP怎么没有十亿 一定有 华伦打算用这笔钱 来做很多的社会福利 包括说第一个 把所有的学生贷款都免了 你过去有钱不用再还了 我又从妇人身上 课到这么多的钱 我够用了 再来第二个 所有的公立大学免费 再来他要推 所谓的全民托婴服务 Universal Child Care 五岁以下 总之觉得 光是从妇人 克到了这笔钱 就可以让他做很多的事情 OK 所以这部分其实 就有点像我们上次聊到的 左派跟右派 其实左派的话 当然他们就认为说 我们当然欢迎竞争 但竞争的同时 你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些 因为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享受了很多基础的设施 很多政策跟法律 给你的便利性 让你可以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 去竞争 所以你应该把 其实你赚得到很多的钱 分一点出来 去照顾那些基层的弱势的 在这样的体制底下 可能相对来说 受到压制比较没有机会的人 所以这部分 其实不只是华伦 包括我们讲 华伦巴菲特 巴菲特也是 在台湾其实有这个声音 因为这个某个程度的财产税 资产税 就影响我们的富人税 所以其实张周某也曾经说过 他主张要多颗一点 富人税 其实国产民也这样说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 确实在这样的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的此时此刻 真的是得要好好地想一想 是比较负责任的讨论 如果要讨论的话 我们政府真的朝这个方向去的话 经济学院这篇文章 基本上认为 最后要成功的几率 其实不是太高 他认为华伦相对的太乐观了 在过去历史上 其实也很少有国家成功的 你说刻这么多 还是连刻都不要想刻 可以刻 但是你可能刻不到这么多 实际上说不到那么多 这也是为什么 1990年代的时候 有12个富有国家 先进国家当中有12个国家 有实施所谓的资产税 但是到2017年只剩下4个 这4个国家分别是法国 瑞士西班牙跟挪威 这当中 这当中能够像刚刚 伊丽小白华伦所预估的 希望可以刻到1%的GDP的税收 里头也只有瑞士 忙着帮大家洗钱 洗钱是很好赚的生意 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不容易 他举出了几个理由 首先第一个 估值 Valuation 你要怎么去估算它的资产价格 比方你的房子好了 多少钱 你手上的名画 多少钱 没有错 现在这些其实也 要说估值也不难 房子 我们本来就是要保险 保险本来就应该估算一个价格 那艺术品 本来我们也要保险 而且拍卖的时候 也是有价钱的 股票你也可以 就算是未上市股票 你也可以用它的获益能力去推估 理论上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只是这一来 其实这一些被你一刻 就比较像是所得税 而不是所谓的资产税了 再来更难的就是 人家有钱人是会避税的 是啊 他会用各种别的方法 来减少你能够刻到的税 因为我觉得那种敞开双臂 欢迎你来刻税的富人 其实还是占即少数 大部分的富人 还是不想让你刻税 你看我们之前法国 美国 不是有说 那我干脆移民可以吧 我不要当你法国人 我当你美国人 你要咬我这 我去找一个可以 艾尔兰人 所以其实华伦 在他的提案里面 也有一个所谓叫做 Exit Wealth Tax 就是说你要离开也可以 但是 留下买入财 没错 他刻你40% 就是你要放弃公民权之前 我要查你所有的财产 然后你要放弃之前 先留下40% 你只能带走60% 这真的有点太乐观 真的太乐观 好 但是如果七则八扣 可以有一些部分 对现成为可知 现在公共政治策 也未必不是一个讨论的方向 因为这年头 真的是因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我们终于回到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陈云聪来聊 最后一个话题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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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生素失效的话 哇 这个问题可能还蛮大的 嗯 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抗生素 已经很有警觉了 对 但是并没有料到它完全失效 我们只有说 这抗生素 它可能不能滥用 因为滥用的话呢 会造成 你的疗传 没有把它继续之后呢 杀不死的细菌 必使它更强大 嗯 原因成为诞生出所谓的 超级细菌 所以我们大家要特别去 提醒使用者 跟医生的说 你不能滥用 而且如果你真的要用 你就好好用 但没有想到说有一天 嗯 大家知道我说 抗生素 如果失效的话 呃 代表着细菌不会被 杀死 被杀死 而且代表可能 超级细菌已经出现了 对对 就是它不只影响的 可能不只是 你的肝胀不会好啦 呃 你肠能会拉肚子啦 等等的事外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 相反的 它其实影响是非常的大的 嗯 呃 所以它带着我们 它是到时间拉到了2040年 嗯哼 21年后 嗯 它说 突然人类发现 各种的抗生素 失效了 细菌 呃 不断的滋长 造成了在欧美 每年有40万人 因为抗生素 对抗抗生素 对抗抗生素的细菌的滋长 所以大量的死亡 嗯 然后也因此也因此 要知道很多的感染 例如他说手术后的伤口感染 在2015年的时候 只有5% 不到 你看 当然是欧洲的标准 很多国家不见得一样 但是到了204年 这个比例 大幅暴增到30% 真的啊 要知道伤口感染 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你在医院 所以也造成了结果 一连串的 很多人不再敢开刀了 嗯 因为很多的手术 都有这种 有风险 感染风险 所以我宁可辛苦一点 痛苦一点 我也不想再开刀了 嗯 那如果不开刀 慢慢会好 也就罢了 或者靠着普通的药物 但如果进一步恶化的话 也许本来一个小伤口 会变得很恶化 到你必须解肢 嗯 嗯 OK 再来器官移植的 嗯 因为器官也特别容易受感染 感染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特别容易 因为为了避免排斥 所以医生都会开药嘛 嗯 但为了降低它排斥性 也会造成它特别被感染 容易被细菌感染 所以这一连串的后果 是非常的严重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 好不容易 建立出来的医学文明 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挫败 嗯 所以一次就代表出 因为现在有抗生素 所以我们很多风险都没有感觉到 嗯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有好端端的 实际上病也没有这么好端端 因为实际上医生都在用这些抗生素 所以如果有一天 我们还是那么的滥用抗生素 而没有注意到超级细菌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要讲终有一天 它会因为我们现在轻忽 而导致它最后是完全失效的 打不过细菌了 嗯 没错 所以当然它最好还是乐观的 然后就是说因为到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痛定失痛到必须面对的时候了 否则我们现在在欧美在台湾都一样 抗生素被大量被烂开 嗯 因为比例非常的高 就很很高的比例是 你不需要开抗生素 但是还是开了 所以造成结果就是让细菌 不断的壮大自己的身体 嗯 嗯 嗯 它说但到时候人类痛定失痛之后 呃 这个情况会改善 然后会用更短的时间发明出更新的抗生素出来 然后过去可能要10到15年才能够发明一个新的 将来发明的时间可以缩短到例如5到6年 6到7年 那渐渐的人类又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 啊 但是这个中间 在这个中间过渡期 等它发展出新的抗生素之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类的健康 跟你如果那时候要开刀 你要器官移植 那时候听起来的状况是很恐怖的 对 就是我们看了一部预言未来的恐怖电影 对 恐怖片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知道了 如果我们今天继续这样的行为 继续的滥用 滥开 造成的结果很可能就是 对啊 恐怖片即将到来 我想这个痛灵系统应该是要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没错 OK 非常谢谢沈英聪 谢谢